後台無限play 雙語第一台雙倍精彩 這裡是八八思念家 你好我是Ben 我是來自Music&Drama Company的Kin 我是Music&Drama Company的Juni 歡迎再次來到 後台無限play 怎麼有點灰音 怎麼變成飛機 今天我們請到的兩位呢 我覺得他們很妙 看樣子就是除了個子很像之外 他們其實細看很不一樣 就包括音質 他們的穿著風格 還有性格好像都有點不一樣 可是擺在一起又有格外的契合 覺得他們的默契非常的好 然後好像親姐妹一樣的感覺 而且而且他們兩位呢 非常有實力 還不只能唱也能寫 沒錯我們歡迎本地女優子組合 STELLA V 大家好我們是STELLA V 我是STELLA V 我是STELLA 謝謝 我是V 因為你 我覺得是主持人耶 我很stress坐在旁邊 不一樣stress 我今天是來搶飯碗的 馬上下狠話 這個時候我們先來破冰好不好 就請破冰ING Let's go 一句話形容STELLA V 創作精靈 很有才華 說出對彼此的第一印象 很奇怪 很活潑 好說出對彼此的三個優點 很有橫心的人 一個很努力的人 真心的人 他很講義氣 這個開心果 音質很有特色 所以受不了的對方是什麼 第一就是太完美 第二就是太有才華 再衝贊拉再來 第三就是領導我 這是優點 那種confused question 你從頭都在講優點 對 他沒有缺點 怎麼發 他的缺點就是沒有缺點 這我要講什麼 SELLA 你剛剛講 現在看你怎樣講 可能 會procrastinic 哦 可是不是不會做喔 是他會臨時報復的 一年後再做 下一題 你們兩人的 就是共同的愛好是什麼 打MLBB 說出對方最瘋狂的一件事 他奮不顧身 一個人跑去台灣 住了兩年 從一間一間公司的去驗室 然後找到機會 他很瘋狂 他可以不眠不休打MLBB 打三天兩夜 天啊 天啊 最長是幾小時啊 打十二個小時 不用吃嗎 不用休息 不用 可是那個手會痠嗎 因為要這樣一次這樣這樣這樣 會痠啊 但手只很瘦 好 我們來最後一題 如果可以交換身體一天 那會做什麼 我會用他的身體 穿比基尼去沙灘走 我沒有看 我沒有想看 因為我自己不敢穿 我用他的身體全裸 裸噴無解魯 太好了 這是最完美的ending 結束我們的破名ING 天啊 這次他們來呢 其實剛才講到V 曾經到台灣去自己 勇闖娛樂圈 然後後來 我知道像Stella 這本身也是有發過個人專輯 你們後來是怎麼走到一塊的呢 Stella V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我們2012年的時候就認識了 透過一個歌唱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就接下了很深的友誼 然後直到2017年 我們一起去韓國拍了一支cover 叫Stay With Me 中文版 然後那個cover好像得到了很多的關注 我們就在想好像有可能可以組團 這個時候我簽了海碟 然後那個受到矚目的那個cover 是2017年的時候 我當時的經紀人看到了我們的cover 跟公司提議 要不要做一個組合 所以那個時候你聽到這個想法 V的心中是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我那時候在台灣嘛 新加坡兩邊跑 然後我也簽了一家經紀公司 合約上是有說要發唱片 要幹嘛幹嘛 可是後來都沒有履行到他的承諾 所以其實那那個時候 剛好那個時間點 我其實是蠻想要節約的 剛好這邊就突然就來了一個機會 所以就變成天時地利人和 然後我就OK 好吧 我們就先來從新加坡出發 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這樣子 順理成章的一起組團了 對 那相處在一起 你們覺得最開心的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蠻猶豫不決的人 就是我常常吃東西 我都不知道點這個還是點那個 選擇困難的 選擇困難的 對 所以我就會每次跟他說 A有B 然後他就會講B 那你呢 在音樂方面 我們的range這樣子就比較廣了 因為他就負責中低音 我就負責中高音 嗯 所以我們寫的歌有那個範圍 會比較廣 對 也比較有層次 因為兩把不一樣的聲音 又可以合音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很棒 對 聽起來就是Stella比較在乎工作 然後B也比較在乎私底下吃的啦 吃什麼啊 其實兩位我覺得很難得的是 除了是會唱之外 他們創作也是非常強 欸你們一開始 都有在創作嗎 我是參加了海蝶舉辦的那個創作班 那時候是幫他寫歌 因為他的專輯在收歌 嗯 然後我那時候寫的第一首歌是 為他的專輯寫的 但是沒有被收 後來這個恩怨有沒有解決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等來已經就set好了 好像要把這個歌融入專輯 可是最後看了歌單 裡面收錄的比較多是電視主題曲 沒有收到的歌 所以是主題的問題 對 因為那首歌沒有唱會主題曲 對 然後你們在創作方面 各自的習慣是什麼 我通常都是先寫詞 哦 因為我會從身邊的事物啟發 我可能朋友跟我說他的故事 或者我在巴士上 我經過我的學校 所以那個天空眼淚 原本的詞是給事物所以的自己 哦 這個是經過了我中學 我在巴士上寫的 那寫歌其實會隨著你的心機改變 而有一些改變嗎 今年發行的幾支單曲 感覺跟你們第一張專輯 是有一些差別 感覺上比較成熟一些 確實是這樣嗎 心境上有一些改變嗎 是耶 我覺得可能疫情也有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讓我們沉澱了兩年的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有很多反省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段專輯很像是我們自己 給我們自己做一個reflection 因為我們的專輯名稱叫做 In Retrospect 所以是introspect and Retrospect Retrospect就是你往回看 去審視以前的過往 然後introspect是你審視內心 所以今天要演唱這一首 誰不成是哪一位的創作 我必 要不要說一下靈感 這首歌是我看了一部電影 因為我們也是看完電影我們都會討論 然後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才發現 一部電影會給你很多啟發很多感觸 我就突然間想到其實歌也會 它會給你不同的感覺 或者是想到回憶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這些東西加在一起寫出了這首歌 然後就發現人都會經歷過好跟不好的東西 都是成長的一個過程 到最後 有人陪伴你就好 有人陪在你身邊就好 好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兩位帶來誰不成 Yay 有那首歌懂我的心痛 陪著我 多少失戀失措 擦掉淚的我 哼著那年的懵懂 誰不曾哭過笑過 溫暖留在心中 會有誰對我承諾 會有誰對我承諾 說陪我到最後 都學會看透世界的醜陋 才懂做美夢 是你留在我身邊 分享每一刻的感動 是你留在我身邊 分享每一刻的感動 是你留在我身邊 分享每一刻的感動 我很喜歡裡頭的惆悵感 今天其實可以聽到兩位第一首歌曲很開心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首歌是跟Kim合作的 鎖定下一季的後台無限play 我們除了是聽歌 還會跟他們玩遊戲 你 展現你美麗 紅台無限play